台湾国内本土没有新增病例跟死亡个案 新增的4例确诊都是境外移入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 法国新增1866例 曲线大幅回落 死亡人数也连续7天稳定下降 单日通报6人染疫不治 当地流行病学专家表示 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病例 虽然低于其他历史性流行病 但是如果不持续的采取防疫措施 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 英国新增病例破4万 疫情肆虐一年多 牛津英语大词典公布了今年的代表字 正是FAX疫苗 其中疫苗相关字在这一年使用量暴增 例如未接种疫苗的UNFAX 或是反疫苗者AntiFAXer 德国新增11000多例 发病率从今年5月以来 第一次来到每10万人中超过150人确诊 让当地面临政党轮替的同时 还要忧心遭到第四波疫情席卷 西班牙没有更新数据 单人通报病例数停留在10月30号的2261例 总理桑杰市指出将向穷国捐出2000万剂的疫苗 同时增加对开发中国家的疫苗供应 美国担任新增48000多例 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兹表示 当地已经达成了新里程碑 有80%的成年人都已经至少接种一剂 另外当地也将从8号开始 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回锐疫苗 日本区县连日往下通报86例 创下了16个月以来的新迪记录 根据后生劳动省统计 截至9月底 今年疫苗接种工作一共发生了1805起的失误 包括误用使用过的针筒 弄错接种间隔时间等 其中有739起很可能导致严重健康受损 南韩再通报1589例 在放宽防疫措施的隔一天 疫情还没有出现明显反弹 不过当局表示 以这一周的感染指数来看 疫情呈现扩散的态势 预估之后的单日确诊人数 很可能达到4000到5000例 印尼通报403人确诊 当地的食品药物管理局表示 已经核准让6到11岁的 孩童接种中国科兴疫苗 表示孩童接种科兴疫苗的免疫原性 新加坡的区限在向下 单日确诊数来到2470例 不过重症人数上升 卫生部也正在扩增 甲湖病房的量能 有官员表示 虽然目前境内的新冠致死率 仍保持在低血位 但是每年病故的人数 还是很可能达到2000人 泰国通报8165例 在经历了18个月的防疫限制措施之后 观光业已经重新启动 海外游客纷纷涌入了首都曼谷 以及度假圣地普吉岛 中国单日新增数回落到71例 这一波的疫情已经扩散到了16个省市区 对此北京官方表示 市民非必要不出京 仍在外地的北京市民 如果跟确诊者有足迹重叠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阿姨